今天是2024年3月11号星期一 哎呀我们大盘下跌了59点 盘中最低的时候跌了135点 大家心里面都有点害怕 王瞳先告诉各位不用害怕 今天大家会觉得好像只有王瞳一个人 主持人今天没有来 因为他今天有请假 这几天他还有事 还没有完全交接完毕 所以呢今天就是由王瞳单独来帮各位服务 那么今天王瞳解盘前呢 先跟各位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请你务必一定要听好 就是2330他 听好台积电 2330台积电 在本月份3月18号除息3.25元 这次配的息配很多哦 不跟正3.5元 3.5元 配息配的很多很高哦 所以当天一定会影响到指数 但是冲击不会很大 所以我先要把这个讯息告诉各位 大家不要心里面造成一个压力 还有我看在这边棒康啊 哎呀 这是大错特错 我们要逢低沉接 而不是要你去放空 这句话请你听懂 好 今天王瞳解盘前先告诉各位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议题 来请你看一下啊 微软推动 云端平台崛起 那巴龙的周刊呢 就讲AMD是NVIDIA mini 所以说AMD是小型的NVIDIA 其实他这篇报道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给你 就是说在这里啊 王瞳告诉你 AI 这一波的AI 这一波的AI 市场第一名就是NVIDIA 而且NVIDIA的全吃 没有第二名 以后有机会啊 我再帮各位做个专题 我再慢慢慢慢的解说 一遍给各位听 不要被外界的讯息而误导了 真的首选就是NVIDIA NVIDIA就是挥达 挥达我告诉你 他全吃 全少 那么全吃全少 到底谁受惠呢 就是美超微 所以你看到我旁边的测标 我常常写 美超微概念股一 美超微概念股二 二就要准备进场了 我这边顺便跟各位讲明 讲清楚一下 我们美超微二进场 不是叫你把美超微一出掉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们不要说 一天让人听话都听一半 而且我也告诉你 不需要重压 你把资金好好的调配 风险自然分开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 预期AMD在人工智慧领域里面 可以产生较以往更强大的优势 他讲的没有错 所以AMD会不会涨 会涨 但是AMD在过去12个月内飙升了160% 而竞争对手挥达 在同一个时间内股价上涨将近300% 所以你看嘛 哪一个比较厉害 当然是挥达嘛 我讲到这个 看到这个讯息以后 我这里心里面有感想 这感想就是说也是实际的案例 我们回想在前年111年 111年挺好 111年的9月份 9月份我打给你看好了 3661这张客户 9月份 来来来我打给你看 3661 那我们看到了K线 9月份的时候 你看看他的股价多少钱 股价多少钱 股价这里 在这里 再缩小一点 在这里 大概是800多块 大概在这里800多块 好了800多块的时候 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们就是买840 840买进去以后呢 就很不幸 哔哩巴拉一阵狂跌 跌到600 哎哟 包括我的客户也好了 特别会员也好了 都会比较有哀鸿遍野 但是我一直告诉他们 安心抱住 安心抱住 你不要乱杀 不要乱砍 不要乱停损 类似听王瞳话的人 统统抱住了 我现在可以肯定告诉你 我所有的客户统统抱住 结果呢 从1500以上才开始出托 才开始慢慢出托 出托油上来 油上去 出了下来减了 上去出了下来减了 玩到现在为止 有的人手上还有 我就要讲这个案例 给各位听 这是亲身的案例 那么我讲这个用意 给你干嘛呢 一个好股票 你随便在震荡的时候 就把它出掉 像那个时候 3661事情KY 我们去买840 跌掉600块 大家都不知道内情 不知道 王瞳知道 所以我又不能讲 我只能不断的安抚 不断的安抚 好了 听我话的人 到现在为止 这是民国111年9月份 现在是民国113年3月份 才一年半的时间 财富倍增 不是财富倍增 财富十倍增 对不对 所以我说涨一倍算什么 我们买800多块 涨到4000多块 够不够啊 我就问你几倍 我就问你几倍好了 自己算 好不好 我们也不要去给你做广告 好像说我很厉害 我只能告诉你实际的案例 我这句话比他重新讲一遍啊 在那个时候 王瞳的会员 统统听王瞳的话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买800多块 那个算是高价股 算高价股了 人家买的高价股的 都是属于特别会员 一般的小资组不会去买 因为买不起嘛 而且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零股交易 没有嘛 现在当然零股交易有啊 所以你买不起 你买零股 100股 买50股都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不行啊 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个案例给各位听 这是发生在王瞳身上实际的案例 过了以后 到了1500块以上 我讲事情KY啊 到1500块以上 很多感谢 都在感谢 都在感谢 我只是跟他讲 你要留可以留 你要分批获利 就分批获利下车 你不出也可以 因为后面的高点 没有人可以研办 那到现在你当然看到了 来到4000多块 你是看到了 在那个时候 你看到答案吗 在那个时候 跟你讲会上2000 人家都说我的神经病 那我说会上4000 大概人家叫我的疯子 但是事实就是证明了一切 所以今天王同事 有感而发 看到这个情况啊 我稍微讲一下给各位听 这个就是什么 你要对股价的未来 要能够研判的出来 而不是信口开河 每天看涨停 追涨停 就表示自己很厉害 那是大错特错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就先讲股王 事情KY 从800多块 跌到600块以后 后面一路上来 一路上来 它都没有涨停 就在默默的涨 默默的涨 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很多点 越涨点越多 越涨点越多 越涨上来了 对不对 对了嘛 到现在为止 我想事情KY 也不用解了 因为手上有的人 就是不会卖了 没有的 你也不用去玩它了 后面的标的有很多 因为涨太多了嘛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嘛 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盘面 盘面呢 你们看到我这边写的色彪 四阳 6782 给你看看 6782 6782 四阳是光学 眼镜骨 眼镜骨 也可以说是眼镜医学的 它是明基友达集团 你看一下它的K线 我放大一点给你看 来来来 看看 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对了嘛 再来来来看一下 3707 旱领 好 昨天涨停 礼拜五涨停 今天冲上去又下来 稍微表态一下 但是今天的旱领有点调节 再来来看 3016 今天一路上去 好 你看到两根上去了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 细晶元 细晶元 细晶元也在蠢蠢欲动了 细晶元这次也很特别 先走二哥三哥 反正龙头倒走得慢 所以你们要买的话 6488环球晶 你可以自己找买点 但是我必须强调 它的高价国 它的高价国 你自己看环球晶 对不对 根本下不来哦 看到没有 好了 那像今天 盘面上的各国的表现相当不错 而且呢 你还可以注意看 2543 黄昌 哇 涨停板 哎呀 收盘价创新高了 对不对 好 再看 5213 居然他都出门了 叫雅兴 先创新高 创新高了 叫雅兴 他是我们北部的一个大建商 建地呢 都是在这个林口的一带 台北市以前也有 好 再看啊 5515 这个总论是吧 建国工程 你看看他今天 创新高 看到了没有 创新高 好了 这个代表什么 公共工程股 营建地产股 没有走完 他们是轮流 轮流慢慢的一个一个冒泡 一个一个冒泡 我也跟你讲过很多遍呢 这个族群也很好玩 我们俗话讲啊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这个族群应该是说 二十年不开张 一开张吃三十年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嘛 那像他这种类型的个股 还有没有 有 你自己找 自己找 反正呢 股价低的为主 以股价低的为主 你们自己找 自己去买 都可以的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 帮你解决一下这个大盘了 大盘 三月七号 礼拜四 涨了194点 我说邪恶第五波 嘎三空 市场上很多人呢 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叫邪恶第五波 好不好 我都给你解释了啊 再来三月八号 礼拜五 还有 最低的时候 涨371点 然后最低的时候 下跌55点 然后最后上涨91点 大震撼教育啊 挣着大家满头包啊 都看不清楚了 搞不懂了 来 看清楚 三月八号 礼拜五 我们这个波段 从10月31号 15975开始 到这时候为止 整个涨幅子 涨了4090点 加上今天的红盘 又不止了 涨了4100点以上了 那回档免金 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 验证奇迹的时刻了 看清楚哦 今天 3月11号 9点28分 3月11号 9点28分 大盘以下跌 113点开出 今天大盘开低 是因为美国的重挫嘛 今天盘是低盘开出后 会在小鸭 低点在19650点附近 请你看一下 今天低点在哪里 你看清楚 今天低点在哪里 19649 王童跟你讲过 一百遍了 我从来不抓科威数 抓科威数 倒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就得帮你抓一个附近 再看 然后会再拉伸翻红 有没有拉伸翻红 有啊 拉伸了没有 有啊 在这里啊 拉伸了 长43点 高点在19810点附近 来 你看看 今天高点在哪里 19828 19828 好 看啊 冲高时 绝不能追 这是技术性修正 不是走空 我都解释了啊 盘面个股表现 今天会说小黑 主流在AI股 都看到了啊 这次我附带的再讲一遍 这次的AI股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给你听 叫做赢者全拿 而不是说的像过去我们看什么奥运会比赛 得金牌的奖金分一千万 得银牌的分五百万 得铜牌的分两百万 得后面的就屁 什么都没有 这次不是 这次是赢者全拿 当然了旁边有些周边的产品 有没有人会受贿 有 一定会有的 但是那些受贿的程度 鸡毛算皮 鸡毛算皮 所以我话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哦 所以你这一波选AI股不要乱选了 乱选你会中蛋的 我讲的还不够多吗 够了 好了 再来你要看明天盘会如何 今天节目结束前 还是来玩一个小游戏 什么呢 给你一个心灵的鸡汤 Bingo 同时告诉各位 这个盘再整理个几天就没事了 低点不多 你不要自己加自己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索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